这里是罗王 我们发现这个星期好像龙狮的出击率很高 是的,我又要给他喂一只鱼了 这是上次那只幸存者 可惜他今天不能幸存 诶,怎么回事 好 诶,为了不影响水质 我今天换了水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确保 就是,不会有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上面的视角来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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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快 就开始追他 上面另外一只好像没什么动静 他们是不是不热啊 昨天刚吃的鱼 诶诶诶 他是不是闻到鱼的味道 诶 诶,闻到味道了 诶,这只鱼也不怎么活啊 诶 诶 诶 是不是因为鱼不活啊 还是说它蛮饱 太饱了 诶呦,这鱼 诶 这鱼不咋地啊 怎么会吃 有问题啊 可能是我刚刚抓它的时候抓紧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吃 诶,吃了 哦,抓到了 墙哦,墙哦 真强 哦,这里有个伤口 怪不得 不是不是它刚刚咬的 今天的画底下就很清晰了 不会像昨天一样那么朦胧 诶 哦 可是另外一只怎么一直在这玩一样的 一点都不饿 肯定昨天吃太多了 其实,看了这么久龙狮大家应该注意到 龙狮的屁股那会一直放气泡 哇 刚刚那是拉力泡尿吗 呵呵呵 应该是 拉力泡尿还是拉力泡屎 哦 两只在吃同一只 哎呦,又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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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和谐 嘿 呵 抢了抢哦 真是 就不能和吃一条吗 效率也可以提高 最后还不是两只都会吃到 怎么可能一直独占 啊,抢的,抢的,反而慢了 哎呦 伤口的血的剑 一起吃嘛 哎呦 很清楚 为什么说龙狮是水中霸王 这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其实 没有那么的喜欢独处 两只在一起 虽然会抢 但仍然能互相 容忍对方 有些种类像甜蝶 就不能容忍对方 你死我活 像甜蝶也是水中霸王 甜蝶就跟他不一样 甜蝶是刺激是口气 就类似蜘蛛那种 它会注入 注入消化液 分解猎物 让猎物的体内溶解 然后再吸干猎物 这点跟蜘蛛啊 还有之前说的蚁狮啊 是一样的 但龙狮不是 龙狮是甲虫 它们是咀嚼式口气 它们是靠吃的 靠撕咬的 因此它们不是单纯的 把猎物吸干 而是把它吃的粉碎 跟人其实一样 人是这样吃东西的 哎呦 强了强了 更快没有了 吃的好快 这才过了几分钟啊 就吃了三分多钟 就差不多了 可能会稍微血腥一点吧 还好啊 还好啊 我觉得像这个鱼 没有飙好多血 而且不是什么好看的鱼 这种小鱼苗 专门就是拿来做饲料的 只不过这个吃相 的确也不咋地 好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它屁股放气 放气的话就可以那个让它浅的更深 就是潜水艇一个道理 而且它这个气可以存着让它呼吸 而接触到表面 接触到空气的时候 它那个 就可以吸食 吸空气了 换气相当于是 所以虽然它是生活在水中的 但它跟陆地生物一样 它是要存气的 所以它更像一个潜水艇 就剩一个脸了 吃的真快 啊 强啊强啊强啊 今天还是不错的 不过没有像去昨天那样 就是捕食的那么 彪悍 因为今天这只鱼本身有点问题 昨天那只鱼是一直在跑 然后还是追不上龙狮 今天这只鱼已经不咋地了 不怎么游了 龙狮也不怎么限于吃它 虽然最后还是吃了 这鱼不怎么活 可能是我 可能是我抓它的时候 刚刚抓的时候太用力了 可能压到它了 所以有点侧翻 基本没有了 吃干净 从上面看一下 不过真的好吝啬 这只鱼必须自己一个抢的吃 大的鱼其实不会 像有一些大鱼 龙狮会两只或者三只一起同时捕食 好吃完了 还剩一丁点 速度真快 开始还边吃边拉 抓到的时候还喷了一大堆的那种墨 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个水为什么这么浑浊 就充满了它们的粪便 好吧 没有了 没有了 很活啊 小家伙 哎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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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光滑在身上 但是很硬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它可以 它高过那个 高过甜鳖 甜鳖的甲壳没有它这么溜 甜鳖虽然攻击很高很凶猛 但是没有它这样的甲壳 好吧 那今天就是这样 龙狮吃鱼 好 那我们下次再看别的有意思的东西 好